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香甜好吃的南瓜饼 来 地步把南瓜切下来 来 又说把皮皮给它切了 来 放到蒸冻糕上蒸个七分钟 来 时间到关火 解开以后自然晾冷 来 晾冷了之后 这个南瓜的水不要浪费了 哇 你看 原汁原味的 来 我们加点红烧豆粉进去 好 把加碎 选吃糖的还可以加点糖 对了 这下我们把奶瓜放进去 西流泡 来 再加个鸡蛋 这下我们把它倒碎 刚才盆盆小了 换个大的 加汤热粉进去 然后把这个奶瓜泡进去 锅起 最后还是用手包着的 来 先搓一个圆的 把中间给它按锅 然后收口 这样子它就是空性的 搓圆 这个搓汤味是一样的 然后把芝麻裹起 裹了芝麻之后 还晒搓搓一下 等下它下锅以后就很圆 这样子 就是圆的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其他形状 形状其实也说是随便的 再来一个长条形的 你想要杀形状就会杀形状 还有一种就是简单粗暴的 来你看哈 简单粗暴的 手形的 你手是杀形状就杀形状 我觉得有时候做食品哈 有外套就是 一种乐趣 你想炸来就炸来 再做两个圆的一样 一样做几个 我们就准备开始炸 炸这个哈 一定要低油温 我们现在大概是四层油温 高油温下起就浮 对了时间大了 快火 起锅 来刮球 来刮棒 来刮磨磨 然后还手捏来刮 随便你喜欢哪一个都可以哈 喜欢二字形状就是二字形状 大水呗